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要纵横水浒中 可是七星成聚会 雀鱼四海显英雄 人四虎 马如龙 黄泥钢上巧诗宫 满陀金贝归山寨 奥恨中书老相公 话说当时公孙盛正在阁里对朝盖说 这北京生辰钢是不义之才 取之何碍 只见一个人从外面强江入来 揪住公孙盛道 你好大胆 却才商议的事我都知了也 那人却是智多兴 无学揪 朝该笑道 哈哈哈哈 先生休慌 且请相见 两个蓄礼罢 无用道 江湖上旧闻人说 入云龙宫孙盛 一清大明 不期今日此处得慧 这位秀氏先生便是智多兴 无学究 无闻江湖上多人曾说嘉亮先生大明 其之缘法却在保证庄上得慧嫌弃 只是保证输才仗义 以此天下豪杰都投门下 再有几位相识在里面 一发请进后堂身处见 三个人入到里面 就与刘唐三软都相见了 众人道 今日此一会 应非偶然 徐请保证哥哥正面而坐 哎 亮小子是个穷主人 又无声喊恶相留好客 怎敢战伤 保证哥哥 依着小声 且请坐了 朝盖只得做了第一位 吴庸做了第二位 公孙盛做了第三位 刘唐做了第四位 阮小二做了第五位 阮小五做第六位 阮小七做第七位 却才举意饮酒 重整杯盘 再杯酒窑 众人饮酌 吴庸道 保证梦见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上 今日我等七人 举意举事 岂不应天垂相 此一套富贵 唾手而去 我等七人和会 并无一人晓得 向公孙盛先生江湖上仗义输财之事 所以得知这件事来头保证 所说央刘兄去探听路程从哪里来 今日天晚 来早便请登场 公孙盛道 这一世不虚去了 平道已打听之他来的路数了 只是黄泥缸大路上来 黄泥缸东十里路 地名安乐村 有一个贤汉 叫做白日蜀白盛 也曾来投奔我 我曾击住他盘缠 北斗上白光 莫不是硬在这人 自有用他处 刘堂道 此处黄泥缸较远 何处可以容身 只这个白盛家 便是我们安身处 亦还要用了白盛 吴先生 我等还是软曲 却是硬曲 我已安排定了圈套 只看他来的光景 立则立取 智则智取 我有一条计策 不知中你们意否 如此如此 朝盖听得大喜 颠着脚道 好妙计 不枉了称一座智多星啊 果然赛过诸葛亮 好计策 休得再提 常言道 隔墙徐尔 窗外岂无人 只可你知 我知 哦 阮家三兄且请回归 至妻来小庄聚会 吴先生依旧自取教学 公孙先生并留堂 只在毕庄全住 当日饮酒至晚 各自去客房里歇息 次日五更起来 安排早饭吃了 朝盖取出三十两花银 送于阮家三兄弟道 啊 全表博弈 切勿推却 三阮哪里肯受 吴庸道 朋友之意 不可相组 三阮方才受了银粮 一起送出庄外来 吴庸富而低言道 这般这般 志气不可有误 阮家三弟兄相别了 自回石阶村去 朝盖留住吴学鸠 与公孙盛留堂 在庄上每日一事 话修续凡 却说北京大明府梁中书 收买了十万罐 庆贺生辰礼物完备 选日差人启程 当下一日在后堂坐下 只见蔡夫人问道 相公 生辰刚几时启程 梁中书道 礼物都已完备 明后日便用起身 只是一件事 在此躊躇未决 有甚是躊躇未决 上年费了十万罐 收买金珠宝贝 送上东京去 只因用人不拙 半路被贼人结疆去了 至今无祸 今年帐前眼见得又没个了事的人送去 在此躊躇未决 蔡夫人指着阶下道 你常说这个人十分了得 何不着他为止领状送去走一早 不致失误 梁中书看阶下那人时 却是轻面受阳志 梁中书大喜 随即唤阳志上听说道 我正忘了你 你若与我送得生辰刚去 我自有抬举你一处 阳志插手向前禀道 恩相差遣 不敢不依 只不知怎地打点 几时起身 着落大明府 拆十辆太平车子 仗前拨十个 湘禁军 兼压着车 每辆上 各插一把黄旗 上写着 献贺太师生辰刚 每辆车子 再十个军舰跟着 三日内 便要起身去 呃 非是小人推托 其实 去不得 起君旨 别拆 英雄精细的人去 我有心要抬举你 这现生辰刚的渣子内 令修一封书在中间 太师跟前 重重保你 受到赤命回来 如何道声之调 推辞不去 恩相在上 小人也曾听得 上年已被贼人截去了 至今未祸 今遂 途中盗贼又多 甚是不好 此去东京 又无水路 都是汉路 经过的是 紫金山 二龙山 桃花山 散盖山 黄泥缸 白沙雾 野云渡 赤松林 这几处 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 更兼 单身客人 亦不敢独自经过 他知道是金银宝物 如何不来抢劫 网劫过了性命 以此 以此去不得 嫩地时 多着军校防护 送去便了 恩相 便拆五百人去 也不济世 这司们 一听得强人来时 都是先走了的 你这般的说实 生辰纲 不要送去了 杨智又禀道 若依小人一件事 便敢送去 我既伪在你身上 如何不依 你说 若依小人说实 并不要车子 把礼物都装作 十余条担子 制作客人的 打败行货 也点十个 壮健的香进军 却装作脚夫挑着 只削一个人 和小人去 却打扮做客人 悄悄连夜 送上东京交付 嫩地时方好 你甚说的是 我写书成 重重保你 受到告命回来 深谢恩相抬举 当日便叫杨智 一面打拴弹脚 一面悬俭军人 次日 叫杨智来听钱伺候 梁忠书出庭来问道 杨智 你几时起身 告父恩相 旨在明早准行 就为领庄 夫人也有一袋礼物 领送于府中宝卷 也要你领 怕你不知头路 特地再叫乃公谢都管 并两个余侯 和你一同去 恩相 杨智去不得了 礼物多以拴付完备 如何又去不得 此十单礼物 都在小人身上 和他众人都有杨智 要早行便早行 要晚行便晚行 要住便住 要歇便歇 一依杨智提掉 如今又叫老都管 并渝侯和小人去 他是夫人行的人 又是太师府门下乃公 倘若路上与小人别扭起来 杨智如何敢与他争执得 若误了大事实 杨智那期间 如何分说 这个也容易 我叫他三个 都听你提调便聊 若是如此禀过 小人情愿便为领状 唐有术师 甘当重罪 梁忠书大喜道 我也不枉了抬举你 真个有见识 随即换老谢督馆 并两个余侯出来 当听吩咐道 杨智提侠 情愿伪了一纸领状 尖牙生辰纲 十一弹金珠宝贝赴经 太师傅交歌 这干系都在他身上 你三人和他作伴去 一路上早起晚行住些 都要听他言语 不可和他别扭 夫人处奋负的勾当 你三人自理会 小心在意 早去早回 休教有识 老督馆一一都应了 当日杨智领了 次日早起五更 在府里把弹杖 都摆在厅前 老督馆和两个鱼猴 又将一小弹财帛 共十一弹 捡了十一个 壮健的湘禁军 都做脚夫打扮 杨智带上良力 穿着青纱衫子 系了缠带行旅麻鞋 胯口腰刀 提条坡刀 老督馆也打扮做个客人模样 两个鱼猴 假装做根的办当 个人都拿了条坡刀 又带几根藤条 梁中书赋予了 杂富书成 一行人都吃得饱了 在厅上拜辞了梁中书 看那军人 弹章启程 杨智和谢都管 两个鱼猴 尖压着 一行共是十五人 离了梁府 出得北京城门 取大路 投东京进发 五里单排 十里双排 此时正是五月半天起 虽是晴明的好 只是酷热难行 昔日 吴七郡王 有八句诗道 玉平四下 朱兰绕 簇簇犹鱼 细平早 蛋铺八尺白瞎须 头枕一枚红马脑 六龙巨热 不敢行 海水尖沸 蓬来倒 公子游贤 善力威 行人正在 红尘道 这八句诗单提着 炎天蜀月 那公子王孙 在凉亭上 水阁中 浸着浮瓜尘里 调冰雪偶避暑 尚雾自贤热 怎知 可人为些 威名薄利 又无家所居父 三府内 只得在那 屠戮中行 今日杨智这一行人 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 只得在路途上行 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 端地只是起五更 趁早粮便行 日中热食便些 五七日后 人家见少 行客又息 一战战都是山路 杨智却要陈牌起身 身时便些 那时一个乡禁军 胆子又重 无有一个烧青 天气热了 行不得 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 杨智赶着催促要行 如若停住 轻则痛骂 重则腾条鞭打 逼敢要行 两个鱼猴 虽只背些包裹行李 也气喘了行不上 杨智也称道 你两个好不小事 这干系虚是狠的 你们不替撒家打着夫子 却在背后也慢慢地挨 这路上不是耍处 那鱼猴道 不是我两个要慢走 其实热了行不动 因此落后 前日只是趁早凉走 如今怎地 正热礼要行 正是好歹不均匀 你这般说话 确实放屁 前日行得虚是好地面 如今正是尴尬去处 若不日里赶过去 谁敢五更半夜走 两个鱼猴口里不到 肚里寻思 这死不值得便骂人 杨智提了破刀 拿着藤条 自去赶那担子 两个鱼猴坐在柳音树下 等着老都管来 两个鱼猴告诉道 杨家那死 强杀只是我相公门下 一个提侠 值这般做大 老都管道 须是我相公当面吩咐道 休要和他别扭 因此我不作声 这两日也看他不得 全且耐他 相公也只是人情话 督管自做个主编了 就是 且耐他一耐 当日行到身排时分 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 那十个乡进军 与汉通流都叹气吹嘘 对老督管说道 我们不幸做了军舰 情之道被拆出来 这般火四热的天气 又挑着重担 这两日又不减早良行 动不动老大停条打来 都是一般父母皮肉 我们直嫩的苦啊 你们不要怨唱 八道东京时 我自赏你 若是四都管看待我们时 并不敢怨唱 又过了一夜 此日天色未明 众人起来 趁早良 起一身去 杨之跳起来喝道 哪里去 且睡了 却离会 趁早不走 日里热食走不得 却打我们 杨之大骂道 你们醒的什么 拿了藤条要打 众军忍气吞声 只得睡了 当日直到晨排时分 慢慢地打火 吃了饭走 一路上赶打着 不许投凉出歇 那是一个乡进军 口里难难呢呢的怨唱 两个鱼猴 在老渡馆面前 絮絮锅锅地搬口 老渡馆听了 也不着意 心内自恼他 花修续凡 四辞行了十四五日 那十四个人 没一个 不愿畅阳志 当日客店里 晨排时分 慢慢地打火 吃了早饭行 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 天气位极上午 一轮红日当天 没半点云彩 其日十分大热 古人有八句诗道 祝荣难来 鞭火龙 火旗燕燕 烧天红 日轮当五宁不去 万国如在 红炉中 五月翠干 云彩灭 阳猴海底 愁波节 何当一夕 金风起 为我扫除 天下热 当日行的路 都是山匹 崎岖小径 南山北陵 却肩着那十一个军汉 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 那军人们 思量要去 留阴树下些粮 被杨志拿着藤条 打浆来喝道 快走 叫你早些 众军人看那天时 四下里 无半点云彩 其实那热不可当 但见 热气争人 消沉扑面 万里乾坤如增 一轮火散当天 四野无云 风耀耀 拨翻海飞 千山卓焰 碧波波 十列灰飞 空中鸟雀 命将修 早颠入 树林深处 水底鱼龙 林脚托 直钻入 泥土叫礼 直叫石虎 船无休 便是铁人须汉落 当时杨志催促 一行人 在山中 匹路里行 看看日色当午 那石头上热了 脚腾走不得 中军汉道 这般天气热 误得不晒杀人 杨志喝着军汉道 快走 赶过前面钢子去 缺在理会 正行之间 前面迎着那土钢子 众人看着钢子时 胆见 顶上万株绿树 跟头一派黄沙 搓额浑似 老龙行 贤峻弹闻风雨响 山边茅草 乱丝丝 传遍地刀枪 满地石头 陈可可 睡两行虎报 修道西川 鼠道贤 须知此事 太行山 当时一行十五人 奔上缸子来 歇下担杖 那十四人 都去松阴树下 睡倒了 杨志说道 苦也 这里是什么去处 你们却在这里 歇凉 起来 快走 你别剁走我七八顿 其实去不得了 杨志拿起藤条 劈头劈脑打去 打得这个起来 那个睡倒 杨志无可奈何 只见两个渔猴和老都管 气喘极极 也扒到缸子上 松树下 做了喘气 看着杨志打那军舰 老都管见了说道 提侠 端地热了 走不得 修建他罪过 都管 你不知 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 地名叫做黄尼岗 闲长太平时节 白日里物资出来截人 修道是这般光景 谁敢在这里停脚 两个渔猴听杨志说了 便道 我见你说好几遍了 只管把这话来惊吓人 权且叫他们众人歇一歇 略过日中行 如何 你也没分枭了 如何使得 这里下钢子去 物资有七八里没人家 什么去处 敢再次歇凉 我自坐一坐了走 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 杨志拿着藤条喝道 一个不走的 吃完二十棍 众军汉一起较将起来 树内一个分说道 是 提侠 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 须不比你空手走的 是 你端定不把人当人 便是留守相公自来接鸭时 也容我们说一句 你好不知藤阳 只顾臣办 这畜生不欧斯安 只是打便了 拿起藤条 劈脸便打去 老都官喝道 杨提侠且住 你听我说 我在东京太师府里 做奶宫时 门下官军 见了无千无万 都向着我 诺诺连声 不是我口浅 谅你是个 遭死的军人 相公可怜 抬举你做个提侠 比这草戒子 大小的官职 值得弄得逞能 休说 我是相公家督管 便是村庄一个老的 也何以我劝一劝 只顾把他们打 是何看待 都官 你须是城里人 生长在相府里 哪里知道路途上 千难万难 四川梁广 也曾去来 不曾见你这般卖弄 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 你说这话 该弯口割舌 今日天下 怎的不太平 杨智却待再要回言 只见对面松林里 影着一个人 在那里梳头探脑戒望 杨智道 俺说什么 误得不是歹人来了 撇下藤条 拿了破刀 赶入松林里来 喝一声道 你这四毫大胆 怎敢看俺的行货 只见松林里 一字摆着七辆江州车 七个人 拖得赤条条的 在那里乘凉 一个并边 老大一搭诸杀剂 拿着一条破刀 往杨智跟前来 七个人 起叫一声 阿爷 都跳起来 杨智喝道 你等是什么人 那七人道 你是什么人 你等莫不是歹人 颠倒问 我等是小本经纪 哪里有钱于你 你等小本经纪人 偏俺有大本钱 你 你端帝是什么人 你等且说 哪里来的人 我等弟兄七人 是豪州人 饭枣子上东京去 路途 打从这里经过 听得多人说 这里黄泥缸上 如常有贼打劫客商 我等一面走 一头子说道 我七个只有些枣子 别无甚财富 只顾过缸子来 上那缸子 挡不过这热 全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 待碗凉了行 只听得 有人上缸子来 我们只怕是歹人 因此 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 原来如此 也是一般的客人 却才见你们亏望 唯恐是歹人 因此赶来看一看 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 不必 提了破刀 再回淡边来 劳都管道 既是有贼 我们去修 俺只倒是歹人 原来是几个 饭枣子的客人 似你方才说实 他们都是没命的 不必相闹 俺只要没事便好 你们且歇了 等凉且走 众军汉都笑了 杨志也把坡刀插在地上 自去一边树下做了些凉 每半晚饭时 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 挑着一副弹筒 唱上钢子来 唱道 那汉子口里唱着 走上钢子来 松林里头 写下弹筒 坐地乘凉 众军看见了 便问那汉子道 你筒里是什么东西 是白酒 交往哪里去 挑去村里卖 多少钱一筒 五罐足钱 众军商量道 我们又热又渴 何不买些吃 也些暑气 可以可以 正在那里凑钱 杨志见了喝道 你们又做什么 买碗酒吃 杨志钓过坡刀 赶便打 骂道 你们不得撒价言语 忽乱便要买酒吃 好大胆 没事又来吊乱 我们自凑钱买酒吃 干你甚事 也来打人 你这村调 离会的什么 倒来只顾吃嘴 全部晓得路途上的 勾当艰难 多少好汉 被蒙汉要麻烦了 那挑酒的汉子 看着杨志冷笑道 你这客官好不小事 早时我不卖于你吃 却说出这般 没气力的话来 正在松树边闹洞争说 只见对面松林里 那伙饭枣子的客人 都提着泼刀 走出来问道 你们做什么 那挑酒的汉子道 我自挑这酒 过钢子村里卖 热了在此些凉 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 我又不曾骂于他 这个客官 到我手里有什么蒙汉药 你倒好笑吗 说出这般话来 我只道有歹人出来 原来是如此 说一声你也不打紧 我们到这买一碗吃 既是他们一信 且卖一桶于我们吃 不卖不卖 你这屌汉子也不小事 我们须不曾说你 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 一般还你钱 便卖些于我们 大什么不检 看你不到的 舍失了茶汤 便又救得我们热渴 卖一桶于你不正 只是被他们说得不好 又没碗瓢要吃 你这汉子颓认真 便说了一声 大什么不检 我们自有椰瓢在这里 只见两个客人 去车子前 取出两个椰瓢来 一个捧出 一大捧枣子来 七个人立在桶边 开了桶盖 轮替换着咬那酒吃 把枣子过口 无一时一桶酒 都吃尽了 七个客人道 诶 正不曾问的你多少价钱 我一了不说价 五罐足钱一桶 十罐一担 五罐便一你五罐 只饶我们一瓢吃 饶不得 做定的价钱 一个客人把钱还他 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 兜了一瓢 拿上便吃 纳汉去夺食 这客人手拿半瓢酒 往松林里便走 纳汉赶江去 只见这边一个客人 从松林里走江出来 手里拿一个瓢 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 纳汉看见 抢来劈手夺住 望桶里一清 便盖了桶盖 将瓢往地下一丢 口里说道 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 带头失脸的 也这般啰嗓 那对过众军汉见了 心内扬起来 都带要吃 树中一个看着老都管道 老爷爷 与我们说一声 那卖枣子的客人 买他一桶吃了 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 润一润喉也好 是啊 其实热渴了 没奈何 这里缸子上 又没淘水吃处 老爷方便 老都管见众军所说 自心里也要吃得些 竟来对杨汁说 那饭枣子客人 已买了他一桶酒吃 只有这一桶 胡乱叫他们买了避暑器 缸子上端地 没处淘水吃 杨汁寻思道 俺在远远出望 这四门都买他的酒吃了 那桶里当面 爷剑吃了半瓢 想是好的 打了他们半日 胡乱容他买碗吃吧 既然老都管说了 叫这四门买吃了便起身 众军剑听了这话 凑了五罐足钱来买酒吃 那卖酒的汉子道 不卖了不卖了 这酒有蒙汉药在里头 众军陪着笑说道 大哥 值得变喊言语 不卖了 休禅 这饭枣子的恶人劝道 你这个屌汉子 他也说得差了 你也忒认真 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 许不关他众人之事 胡乱卖于他众人吃些 没事讨别人疑心做什么 这饭枣子客人 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 只顾将这桶酒提予众军去吃 那军汉开了桶盖 无慎咬吃 陪个小心 往客人借着椰瓢用一用 众客人道 就送这几个枣子 与你们过酒 众军谢道 什么道理 休要相信 都是一般客人 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 众军谢了 先兜两瓢 叫老都管吃一瓢 杨提侠吃一瓢 杨知哪里肯吃 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 两个鱼猴各吃一瓢 众军汉已发上 那桶酒 登时吃尽了 杨知见众人吃了无事 自本不吃 一辙天气甚热 二奶口渴难熬 拿起来只吃了一半 枣子分几个吃了 那卖酒的汉子说道 这桶酒 吃那客人饶两瓢吃了 少你们些酒 我竟饶了你众人半块钱吧 众军汉把钱还他 那汉子收了钱 挑了空桶 依然唱着山歌 自下缸子去了 只见那七个饭枣子的客人 立在松树旁边 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 导演 导演 只见这十五个人 头重脚轻 一个个面面思去 都软倒了 那七个客人 从松树林里 推出这七辆江州车 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 将这十一弹金珠宝贝 却装在车子内 叫声锅噪 一直往黄泥缸下推了去 杨知口里只是叫苦 软了身体挣扎不起 十五人 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 都把这金宝装了去 只是起不来 睁不动 说不得 我且问你 这七人端你是谁 不是别人 原来正是朝盖无用 公孙圣流淌三软这七个 却才那个挑酒的汉子 便是白日数白胜 却怎的用药 原来挑上缸子时 两桶都是好酒 七个人先吃了一桶 流淌掀起桶盖 又兜了半瓢吃 故意要他们看着 只是叫人死心塌地 此后 无用去松林取出药来 抖在瓢里 只作赶来饶他酒吃 把瓢去兜时 药以绞在酒里 假意兜半瓢吃 那白圣批手夺来 轻在桶里 这个便是计策 那计较都是无用主张 这个换作 智取生辰刚 原来杨智吃的酒少 便醒得快 爬墙起来 物资捉脚不住 看那十四个人时 口角流闲 都动不得 正应俗语道 饶你奸似鬼 吃了洗脚水 杨智愤闷道 不争 你拔了生辰刚去 叫俺如何回去 见得梁中书 这只领状 须搅不得 就扯破了 如今闪的俺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带走哪里去 不如就这钢子上 寻个死处 辽依破步 望黄泥缸下 扁跳 虽然未得身荣贵 到此先须祸及身 断送落花三月雨 摧残杨柳九秋霜 毕竟杨智在黄泥缸上寻死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